一星期一本书 再忙也不忘记充电 各位好 我是伊米 今天要和你分享的文章来自杜兰君 生活不简单 尽量简单过 接下来就把耳朵交给伊米吧 现代社会里满载着琳琅满目的商品诱惑不断 也充斥了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 令人自顾不暇 人如果长期在负重前行 怎会不累呢 朱光钱先生说 人生第一桩事是生活 在纷繁复杂的世界里 过得简单才是最好的生存之道 年轻的时候总害怕自己的朋友不够多 圈子不够大 以为朋友多了路好走 于是马不停蹄地去赶赴一场又一场的应酬 到了一定的年纪才慢慢明白 二三知己胜过万千繁繁之交 与其在无用的圈子里纠缠不清 不如细心经营一个简单但有益的圈子 钱中书才画横溢 拥有无数的仰慕者和追随者 面对滚滚而来的粉丝 他却关上了自家的大门 他说 我生平就不喜欢结交广泛 现在年纪大了 更没有嫌弃力来做人情了 当年有位女士读了围城后拍案叫绝 一定要来见钱中书一面 钱中书却机智地回复道 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 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 钱中书的决定书看不尽人情 细想才发现大师的智慧 他的一生只对妻女家人和几个挚友敞开心扉 笔下的经历全部用在买手书斋钻研学问 当那些乐于交际的空头文学家们被人们遗忘时 钱中书的著作却依然在意义生辉 真正的安宁来自于简单 朴素 纯然 而非来自于浮华 奢靡与混乱 维炉夜话中讲 烂交朋友不如中日读书 低质量的社交还不如读书要来的有益 人生短暂要把时间留来做更有意义的事 真正的成熟是不被无用的圈子束缚 而是去呵护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即使只有家人和三两好友 但也过得舒服 坦然 世界纷纷扰扰 一旦纠结于其中而不自觉 慢慢就会活得复杂又疲惫 很喜欢一句遮言 每块木头都可以成为一尊佛 只要去钓多余的部分 人生也是如此 想要过的快乐 不是去给生命画舍天足 而是山凡旧简去钓多余的东西 不要被过多的事情捆绑自己 而是要懂得专注地做好一件事 活在当下 小区楼下有几位大妈 常常聚在一起练习刺绣 细心留意会发现 他们会尽力地把每一个动作 每一针都完成得很标准 也会尝试在图案上加入自己的想法 他们的脸上永远有着一抹笑容 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快乐和喜悦 足以打动每一个旁观者 久而久之 他们的水平已经非常好了 在休息时 有人问 你们水平这么好 有想过开课教别人吗 他们说 那多不自由啊 我们就是喜欢图个乐呵 快乐之余还能陶冶身心 这就很好了呀 深以为然 喜欢一件事 就全身心地投入去做 活在当下 并不过多计较利益得失 不随世俗浮躁 也不耗高骛远 这个过程本身 就已经能产生足够的愉悦感和幸福感 作家马德说过 这个世界看似周遭复杂 各色人等泥沙俱下 本质上还是你一个人的世界 你若成澈 世界就干净 你若简单 世界就难以复杂 有质量的人生 不是走向复杂的事故 而是回归到简单的天真 幸福始于简单 痛苦源于复杂 余生要努力做一个简单的人 不去追求无用的交际圈 而是珍惜好身边的每一个人 不被过多的事情捆绑自己 或在当下 纯粹地坚持自己所爱 每一天都以坚定的步伐 踏实地走好每一步 当你学会以简单的心 来看待纷繁事实时 定会看到人生最美的风景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文章 感谢各位的守候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不见不散 我是一米 明天同一时间